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一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勤洗诸妙法 愿此功德皆回乡 那么回谷千师王产老祖 那么回谷千师王产老祖 各位 回新政教一经大学第一到第十一届的贤士同修 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谈解风水立人天 风水是立人和立天的 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 他要进入我们的中文 观察了将近七八年 然后他才入门才甘愿皈依 不然他不甘愿皈依 他只要讲风水 和皈依和修行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每次上课 一有机会他就会来听我讲课 我们共修他也来听经 也来共修 有一天脈酒 金库库 一大早跑到学活室来 我说你有什么烦恼是不是 叔父啊 我的烦恼 这次我遇到烦恼了 以前我不信风水 现在我风水我信 信不信有你嘛 你干嘛那么紧张呢 不是哦 灰桶小口哦 奇怪 我家 我家的祖坟 竟然 里面 都是出醉出来 在山上很高的地方 哪里出醉出来 出汪水 所以 要像流血 去烙灰 那你这个风水有败掉 原来你们这个风水是应该不错的 有败掉了 是不是被人破坏掉了 没有人破坏你 是人家开花 是人家开花 山路 或者政府建设开花 把你们这个祖坟的风水的 龙脉 把它斩断了 所以你这个血是 瘦灰 才会老昂醉 那你回去看 就跑回去 看了第二天又再来 叔叔啊 我家的风水 退后差不多一公里多 那三极线呢 就是在开一条路 这条路开了 把这个三极线斩断了 那就龙脉 对 把三极线斩断了 就是会流血 因为你这个血 从这条脉一直转 万二七七七折 来到你的祖坟 这里 所以难怪 会 流出洪水 血水啊 问我怎么办呢 那还是捡起来嘛 那捕龙 不可能捕啊 那个路 已经增过 工程 单位把它砍得那么深 所以捡起来 若是你不捡起来 你们的二房 你们做什么方向呢 他说做 隐三身相 隐三身相呢 就是属老虎的 属佛祖 属老虎的 大房的 都会受伤 那 那 这位信徒呢 他说 我就是大房 我又属老虎 那 因为我保死的 你保死的 不一定死啦 但是 你会存半条命 剩半条命 那 问我怎么办 你要相信风水 你要相信风水 你才 命才有救 你不相信风水 你不救 他回去咯 一直想想几枚 第二天 早上起来 人的身体 一半 就 开始 半身 不睡的样子 又不是中风 送去 医院 那检查 台中医院检查 检查不是病来 叫他太太 来一个告诉我 说 他相信风水 他要信 你要信 赶快把这个风水 是大人 把他牵起来嘛 牵起来就好了嘛 漸漸就会恢复了 所以 我们这一位师兄 在医院折腾了 将近一两个月 所以风水 利人和利天 风水 也是会影响人 影响人 不是他来影响人 而是人 来受 这环境的改变 而影响到 我们人的身体 和我们的 磁场 这就是风水学 所以我们这一位师兄 他就 好了 之后 他说 董事 我一定要来鲑鱼 了 我不鲑鱼 不行 我说你不一定要鲑鱼 反正你这一团 死不去就好了 就算了 当然 死他要再来鲑鱼 就好了 死他来鲑鱼 就不够了 那时候死他要鲑鱼 那时候死他要鲑鱼 那上次谈的是 法师 也会给你鲑鱼 不是说 还没死他鲑鱼 虽然这样鲑鱼也可以 但是你所鲑鱼的心灵 完全不一样 一个被 被动与主动 那 所以风水 我们有很多的案例 你们有时候要注意 都看 那么我们要讲 九星三水 与人生 九星 九星主财 富的 九星财富的 就是 财就是巨文 五曲 这 五曲 文曲 这属于财富的 巨文星 文曲星 五曲星 都属于财富 有智慧 就有贵人 有贵人 就发财 祝福各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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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知识 風水学 的 学问 太大了 风水学的智慧 八万四千的法文的智慧 啊 风水学的利害 在 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的人 啊 影响着一个 家庭和一个 事业 啊 我们有 一位信徒 他的住家 工厂 生意做得很好 生意做得很好 啊 这工厂 啊 大本就往这边出去 啊 这边呢 有一条沟 水沟来 水就往这边穿 啊 这水粒地 啊 我说哎 你这个水很好耶 水帮你设计这个水厨在这里耶 你把水粒地 你把水粒地 这一个水 接到这里来 你这一个喷水厨在这里 而且在你的龙边 哦 哦 这些呢 你这水一直 有点不断 你这个神仙太高明了 那么 这位 我们的信徒先生 他也很谦卑的说 上天是给我的 佛祖 他提供 宿佛我啊 这块地 原来 看不上眼 后来 有一天 土地公 就画一个老头子 告诉他说 你的工厂太小了 你可以去换一个工厂在哪里去 去那一块地 然后你要买它 这块地现在他正要卖 这一位地主 挣缺钱 他喊多少 你就 你就要 去 不要 太够了 不要折驾 但是呢 你龙边要去做一个喷水池 这样做起来呢 你的事业搬过去 你就会很发达 他真的呢 他做忙起来 就走那些方向去找 真的找到这个地 还有一个水池 一叫水利地 一叫水沟 对家来 看了地形也不错 两千多平 很高兴 他就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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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开始设计了 开始规划 他请了一位地理师 一个老先生 非常的慈悲的跟他说 你这块地 是土地公 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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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好好经营 你在这里 你的风水 这一块保地 你要这里要做一个水池 要实时要在这里放生 要做放生 那么 他起来这些水地 很漂亮 他有机会 我会起来 相片可以传给他 大家来看 了解 这个水池 他这里环境做得很好 最爱 很奇怪 这个水里面 又有 土里面 土地公 土地公 很自然的一个水池 那么 刚好 在他的座向 有相生 所以 这种水 有的可以利人 有的可以利天 有的可以拜人 水池 可以拜人 也当百郎 曾经 我也看过 一家工厂 一家工厂 做得还蛮不错 后来 柴米星 柴米星教嘛 柴米星教 我们 工厂 这内部 工厂 这内部 工厂的外部 这边弄房子 门进去了 到这里 一个水池 楼梯 楼梯 设计一个楼梯 很贵的 属于好几百万的楼梯 在里面 这里一个水池 叫墨水 一直往外流 一直往外流 那时候 我去看了 我说你这一家工厂 这一家公司 探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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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coffee 做 Never 你常常会变贼 你说 行 因为这一家工厂 最这一家工厂的 做货 没给 中国 你那製erne 旧 無極煞 那就是陰陽變化不一 既然陰陽變化不一 那麼你做行李 你的品質不穩 小王你快點退掉 你退掉 你的產品就穩下來了 我每個月都要送我的產品給你吃 第一次我去超商買一張 他拿錢給我去超商買一張 阿伯到現在幾年了 二十年了 阿伯吃他一半 接著風雪利人和利天 這幾個公司有存在嗎 還有其他的建設都不如法 所以難免有說 人沒有辦法去比風水學天理抗衡 祝福各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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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知識 九星 連真星 陰陽變化不一 這就是中共的五房 凡是我們的辦公廳 住家中央 你做過水族 小水池 在那邊 馬達在那邊轉 有噴水 那都是不好的 以前我們祭祖大典的時候 我們所有讓他打 委託一家公司幫忙做 這家公司老闆 他也是很虔誠的佛教徒 做到總統有 工作有做 錢收不到 幾乎要倒閉 我說你幫我做 幫我維新聖教 我們要祭祖大典 祭祖總會了 幫我做這一家公司 幫我們加工 幫我們做加緊 錢你絕對收得到 他還是半經半禮 他說 我 確實沒有那個能力來布施 我又要你布施 但是 你要幫我做 我要花包請你做 要能做好 要能做好 一個條件 你現在在第四樓 中工這個水池裡面 這水池啊 你水把它卸掉 石頭打掉 我才給你做 不然我不給你做 這個老闆 哪有這種 疏忽啊 哪有這種疏忽啊 因為 我若是我這些雖然沒有很多工作 給你做 因為你這一個風水錯了 你這樣讓你的整個公司 幾乎快癱瘓了 你知道嗎 你就張大大的 你怎麼知道我快癱瘓了 我一算就知道嘛 唉唷 誰告訴你 用台北混流 名的大師 而且花了不少錢 叫他設計的 我說你叫我設計 我不會給你拿錢 你把你做好 我還會錢給你 好了 他就 好 我答應你 因為我做起來以後 我幾乎要倒閉 這種風水學 就不利人了 拆除掉了 我們就花包給他做 做得很順 其中 我有一條哈達 一條蘇母的哈達 蘇母的 那個哈達 是有紫紅色的 紫紅色很漂亮嘛 你們有沒有看過 哪一條呢 那個老闆 他看了很喜歡 想要多做一條 做一條 去來放的做紀念 結果讓我車 去摘到 插到六支 六支 扭到車就回到車就回到車 電腦的車就回到車 兩台 很奇怪 所以才問元朵法師 怎麼會這樣啊 元朵法師問我 請問師母有幾個 才謊成大悟啊 書後不能有兩個書 所以你只有一條 做風水學的奧秘 所以這位老闆 每次我們要做他打他都很配合 現在做其他的 事業單位都做得很順 這風水 所以我們各位同學 你們到親朋好友家 信徒家 那我這個 家中公司啊 那我這個噴水池 最好不要 這齁我應徵這麼幾年來啊 水是陰性 是變化不一 你要對咯 你要用水來平衡 如果是外面 路有煞氣 你要用裡面的水池 來化炸 曾經我們一位老信徒 啊 很多是這樣的路衝這邊來 白虎方的路衝來 那個房子呢 蓋到路這裡來 所以他家的女人 女人 都開刀 這個形狀像一把刀子 像一把刀子 一打刀子 就像開刀子 就像開刀 所以家裡的人 女人 無論 老人家的女人 中年的女人 小姐 小女孩 全部每個人都要開刀 啊 這個問題就來了 那你怎麼辦 你房子又不走 啊 那我就叫他說 你可以在房子裡面 你這個地方 這個水池 房子裡面 來的 這些的水池 煞氣 來水氣 那 能夠 化煞 啊 化煞為全 你坐下來 那如果水動 龍邊也動 虎來 龍洞 那就好了嘛 而且 也是在家裡的 裡面的龍邊動 你若是你在這裡 就不對了 你要在這裡 做個水池 把這個氣 平衡掉了 那全家就平安了 所以修改之後 就穩下來 平靜了 哦 這個風水學的奧秘 那我們這位信徒 他 住在草屯 這個家是他兒子的家 他 在 祖北 現在祖北很發達 現在都打掉了 這就是 風水學我們 不得不注意 我們可以 事先防範也未然 祝福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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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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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 各位 神經 神經 風水俐人天 俐人 又俐天 人是頂天俐地的 所以 風水的弱勢你不會用 我們會違背天理 風水就是天 就是天理 所以順天 順天則昌 逆天則往的道理 就是這樣了 曾經我們一位信徒 事業做得很好 他也很成功很慈悲 時時為公益事業都在花心 但是 他有一天 對於 一個家庭 他要去幫助他 這個家庭 表面看起來 很風光 事實上 這個家庭已經 跌到谷底了 我們這位信徒 他知道 這一位 家庭 跌到谷底 他就想去看一看 幫他忙 我們這一位 信徒 他對我早期在 疫經風水面面關 他也都有在 在看 在讀 在研修 所以一踩進門 一踩進門的時候 就告訴 這一位 他要關心的 也是他們的朋友 你家的中央 做的那個中庭 那麼漂亮 中空的中庭 中間又有一個天頂做的水池那麼美 這個水池可能會有問題 這水池可能會讓你 四月一敗塗地 爬不起來 所以他就這麼講 那這 那屋子 過了幾天 尋尋秘密 找到 仙佛寺來 找到老祖 把詳細情情告訴我 說他的家 原來很風光 現在風光不起來 因為 搬到新的房子來以後 不知道怎麼搞的 整個的朋友 生意 全部都斷線 整個的 好朋友 也都斷了 我問他說 你的家裡庭園 是不是做很漂亮 他說 我家的庭園 做的確實很漂亮 朋友都很讚嘆 我的庭園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就將 這個庭園 我就跟他們說明 我問你 因為你這樣說明 造成你的朋友 就不敢親近你 不敢親近 到你家裡 大朋友聊聊天 不是來看你炫耀 你的庭園 警官 這個水裡面過濾 有多少分的水 有什麼水 有什麼 哇 他還特別做一本書 說他住家庭園 還做一本書 我問你這種的 你如果沒倒也不明白 問我為什麼 問我為什麼 我現在 鄭中公 鄭中公有那個水 發發叫 發啦發啦 我們到大飯店 你看很多大飯店 一進去正中央 都有那個水 發啦發啦 很大聲的 這個表面是很風光 事實上裡面 暗場危機耶 嘿 暗場危機 以前台北 一個洗來燈 進去嘛 做得很出色 我這個 外面好看 哪裏呢 那沒有多久 就改組 又賣掉了 又來了 這叫風水學 所以我們請各位 設計師們 你們不要 不懂得這個真理 你就在所有的房子 正中央 你把它設計一個噴水池 聲音發啦發啦很大聲 表示說裡面很氣派 我告訴你 以後的海事雨 一筆定天下 要上天或是下地獄 定天下 這個是我們 尊為研究 疫經風水的大師 賢士們 你們一定要注意 不要叫人 中央去做水底 做要嚇嚇叫 若是你們到飯店去看 因為那是飯店 你們不要給予太多的批評和指教 因為他們有名師來設計的 那你所知道的 你只能印證書物所講的話語 這個真理對不對 所以修道容易誤道欄嘛 誤道容易正道欄 你們現在開始來都是要正道 只有正道才是真道 經得起正道考驗的才是真道 所以物己 中公呢 中公 之水呢 是年真 年真呢 就是反目無情 情史多云 我盡於變化不一 變化 變化不一 希望各位同修 你們有空都去正道 都去參觀都正道 這樣啦 你們就是功德無量了 你們都是舊的新鮮 好 好的 還有呢 物己 中央物己 阿里面是羊圖 羊圖 羊的圖 啊 這是陰的圖 啊 變為食 啊 羊圖變為食 食為菇 啊 為寡 而石頭它不會再生 石頭會變脆 脆到更多的粒的小石頭而已 它並不能再生新的石頭 所以它為寡 為陰 為寡 所以物己在中央 它的變化不一 所以你挖 古天就是用物己土 是道 道 道 能量 陰陽能量 來補天 這是物己的殘疾啊 祝福各位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死亡善知識 各位死亡善知識 九星可以成就一個事業 九星也是毀滅一個事業 啊 你要會用 你不會用的話 就會被毀滅 你會用 借利使利 融入自然 那 那就融入天理 那叫做順天著昌 逆天著亡啊 所以 有人啊 會問我說 師父 你講風水 為什麼講那麼多 我說風水就是天理嘛 風水就是天理啊 你違背了風水 你就違背天理啊 違背天理就要被滅啊 你順著天理就會昌盛啊 順天著昌 逆天著亡 天你看不到 看得那麼寬廣 天要滅你 要從哪裡滅 你就是從環境嘛 風水環境就是天啊 你抵觸了風水環境的法則 你就是逆天 所以就被滅掉了啦 所以我們那一位信徒師兄 那麼師父 請你告訴我 我家為什麼 原來 我在清朝的時候 那個嘉慶君 乾隆皇帝 嘉慶君 有褒獎 給我們的祖先 特別來 蓋了 一個 山莊很漂亮的山莊 前面有水池 所以很發達 怎麼他們的那個死掉了 之後呢就敗下去了 這是很自然嘛 哪有在英國農林島的 不可能嘛 他這個風水 原來 原來就是像這樣做得很漂亮 這個水池 就無取水 無取 去 做北 做鬼山 鬼山做北向南 難呢 難呢 先天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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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是錢 先天錢掛 後天這個是昆掛 後天這個是昆掛 那麼這個水池 當時乾隆 的清朝 來這個水池給他們 發不是那時候就發 而是那時候 他們一位 祖先 練習武功的 所以現在 不一定要讀書 也能成博書 就是這樣來 他的祖先 叛耀 到在清朝 比武的時候 得到武壯元 所以 政府 當時的清朝 來跟他蓋了這個水池 前面一個無取 無取 水 他就 死掉了 狀眼死了 跟著這個豬郎就沒有了 其他的人 其他的他們的這個 這個後代沒有讓福氣 來享受這個無取 這個無取 這個無取 無取水 這是王國將相的水 王國將相的水池 那是天上 這個水 水上 水精子 水精子 照天公 有沒有 好地理 這個地方沒有好寶地 只是一般的農田 因為武壯元 那清朝 政府給他蓋了這個 很漂亮的 山莊 給他們回來住 並不代表說這裡有好洪水 好寶地 這個 這個 他這個行 無取性的行 就配合 這個 這棟房子 石家 所做的水池 事實上 他很大的功德天嗎 那還要配合三連九印 賢後哀星 所以我們學習風水 法就是佛的法 不是死的法 是三連不敗的法 也是要隨著三連去運行 不是說一就一 二就二 三不變的 不是這樣來 請各位同學 你們研究風水學 我們的書有好多 你們要多看 多讀 你們這樣也了解 風水學 就是這個 我的法 聽到嗎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為各位講解 九星 最好的三行 你 最好 三行 和水行 水行的九星 和三行的九星 他的工作都一樣 水行的九星花財 三行都是 九星是發貴 所以 三行 九星 發貴 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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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財 水行 水行 我們這一集 為各位講到這裡 三水行 三水行的九星 他的應驗 下一集再跟各位講 祝福各位阿彌陀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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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